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江南亚NURM频道 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雪梨的戏剧人生 今集会和大家分享雪梨拍过的电影 在1962年有两相好 雪梨饰演梁配云是陈家的表妹 1963年有一后三皇 雪梨饰演侯英 同剧参演有张英才、张清、郑军勉 1964年有四部电影 首先是雪花神剑 雪梨的角色是梅降雪 这部电影是改编字 著名的武俠小说 《鹅龙生的降雪玄霜》 全套有四集 雪梨饰演梅降雪 还有陈宝珠饰演陈玄霜 另外还有张英才 饰演方少南 1964年还有碧血金猜 雪梨饰演梓衣女 这套碧血金猜 总共有三集 有三集 同剧的 有陈宝珠、张英才、 于素秋、陈好球、石坚 第三套是一美靠滚 雪梨饰演金心 第四套是《霹靂长眉》 这套《霹靂长眉》 这套《霹靂长眉》有上集和下集 雪梨饰演俄眉四秀的其中之一秀 然后是1965年 第一套是《无字天书》 这套片是改篇自著名的武俠小说 《无字天书》的作者是诸葛青云 然后说来是设演青郎女东男 接下来一套是老夫子 老夫子里面就是 雪梨饰演王香 同剧的是老夫子和高老传 然后还有陈先生是张青饰演的 接着是1966年,1966年有《铝黑盒木兰花》 雪莉飾演《木兰花》 这部戏是改编自《危康小说》 《木兰花》系列的第一部《考夺死光标》 雪莉亦凭着这部片声名大噪 在这部片中相当走红 接着是《老夫子与大番鼠》 都是原班人马 雪莉飾演《黄香》 《老夫子》是《高老全》 张青是《秦先生》 另外还有《沈殿霞》 接着是《金鼎游龙》 雪莉飾演《迪墨韵》 这部剧也是改编自《诸葛青云》的《武俠小说》 接着是《木兰花》也是 就是《铝黑盒》《木兰花》《血战黑龙党》 雪莉仍然是飾演《木兰花》 接着是《1967年》《血染铁》《魔掌》 雪莉飾演《大英》《铝黑盒》《威震地狱门》 这部剧也是《木兰花》 雪莉仍然是飾演《木兰花》 接着是一部武俠剧《天剑绝刀》 雪莉飾演《张玉瑶》 这部剧是改编自《鹅龙生》的《原著武俠小说》 也是叫做《天剑绝刀》 这部剧是分上集和下集 上集是1967年 下集是1968年 接着是《碧眼魔女》 雪莉飾演《碧眼魔女》 这部剧是改编自《诸葛青云》的《原著武俠小说》 《金手书生》 同剧是曾江 曾江当然是《金手书生》 接着是1968年 在1968年 产量相当之多 首先第一套是《夺命刀》 雪莉飾演《云中讽》 接着是《天狼寨》 雪莉飾演《上官秋荣》 然后是《拜祷迷李群》 雪莉飾演《林安妮》 《杀手劍》 雪莉飾演《游秀讽》 《神功》 雪莉飾演《秦中英》 《玉流三讽》 雪莉飾演《尖讽山》 接着是《飞龙刀》 雪莉飾演《龙鱼》 接着是《武林三讽》 雪莉飾演《白讽》《孤独精》 这套戏是分上下两集的 也是改编至《诸葛青云》的《原著武俠小说》 然后是《小五二》《大破同网阵》 雪莉的角色是《沙奉仙》 接着是《合胜》 雪莉飾演《柳飞鸿》 接着是《四色伏仇劍》 雪莉飾演《上官方华》 接着是《独龙刀》 雪莉飾演《金小燕》 接着是《寿生大丈夫》 雪莉飾演《钱碧西》 接着是《独眼盒》 雪莉飾演《软眼秋》 接着是《如来神掌之再显神威》 雪莉飾演《天魔女龙影雪》 这套是雪莉一人分析两个角色 分别是《天魔女龙影雪》 这套是雪莉飾演《龙剑妃》 曹达华后人 接着是《如来神掌》 接着是《如来神掌》 《匹魔评狗派》 雪莉仍然是飾演《天魔女龙影雪》 配同剧飾演《曾光》 接着是《红花血剑》 雪莉飾演《金小燕》 接着是《蓝色酒店》 雪莉飾演《玛丽》 接着是《武林大决斗》 雪莉飾演《小燕》 接着是下一年 1961年 1961年第一套作品是《夺命痴雄劍》 雪莉飾演《李慧珠》 接着是《狂龙》 雪莉一人分析两个角色 分别是《光芬梨》和《夏莲娜》 接着是《飾拆白菊花》 雪莉飾演《金蓝梁》 同剧的就是《曾光》 接着是《神偷梓梅花》 雪莉飾演《张丽萍》 接着是《龙胆》 雪莉的角色是《女星蓝》 接着是《蝎发红菇》 雪莉飾演《羊三妹》 接着是《血罗根》 雪莉飾演《柳雁雄》 接着是《毒眼盒》 《毒闯江湖》 雪莉飾演《玄雁秋》 接着是《毒碑神理》 雪莉飾演《文凤子》 然后做到这一步之后 雪莉飾演了 嫁给唐佳 直到2011年才重出江湖 2011年拍了一套 《我开香港开心万水》 接着是《2012年》 《我爱香港喜上加喜》 好,今天跟大家分享 雪莉的戏剧人生 分享到这里也全部完结了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 请大家留言、点赞、分享 也希望大家订阅我们的阿N与阿Lam频道 下一集继续和大家分享 另一个影视雄星的艺术人生 拜拜